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引万斯生活的影片 以虚假消息恶意毁坏江丹尼尔形象 检方原先对A某处以检疫起诉 并罚款300万韩元 但法院判定A某应接受正式审判 而从提告直到一审正式宣判为止的两年期间 公司表示江丹尼尔还有粉丝们都经历了难以言喻的痛苦 对受害者留下伤痛 因此将追究民事责任 再次提出赔偿 让粉丝们直呼大快人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